各位朋友,赶紧把家里面吃的普通的盐扔掉,换成低腊盐吧 最新的研究显示,吃低腊盐可以降低脑中风的发生率 可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,还可以降低死亡率 如果大家都吃低腊盐,中国每年有超过40万的患者,不会提前死亡 2月30号,新英格兰杂志发布了我们国家的一篇研究 这个新英格兰杂志,那可不得了,它是医学杂志里面的天花板 就相当于满球界里面的乔丹,羽毛球界里面的林丹 在医学领域,新英格兰杂志,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如果你可以在新英格兰杂志里面发一篇原创新的文章 那么你绝对是这个专业的佼佼者,凭一个硕导博导,那不在话下 用来凭院士都可以,而且很多院士他们一辈子可能也发不了一篇新英格兰杂志 就是想告诉各位,在新英格兰杂志发布的文章 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的 里面的研究成果是可以改变医生的治疗策略和治疗原则的 那么言归正正我们来讲讲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 这个研究是在我们北方的五个省六百个村庄开展的 总共纳禄了两万零九百九十五名患者 纳禄研究的人群要么是以前德国脑中风的 要么是六十岁以上有高血压的患者 把这些人群随机的分成两组 一组吃普通的食盐 另外一组吃低钠盐 这个低钠盐里面75%是绿化钠 25%是绿化钾 那么平均随访了4.7年 那么研究发现吃低钠盐可以让中风的风险降低14% 还可以让心血管病实践减少13% 让死亡减少12% 那么之前有一个模型估计 如果中国人都吃这种低钠盐 每年有超过40万的人不会提前死亡 各位朋友 盐确实是个好东西 我们离不开盐 但是不能吃太多的盐 盐摄入过多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 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要清淡饮食 要少吃盐 或者用这种低钠盐 来代替普通的食盐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这个重要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也学习一下 关注我 关注Practition 每天进步 一点点